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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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 我剛剛吃的雞 超級入味 香港的很多倍 因為洋蔥和醬 特別好吃 洋蔥又甜 雞又肥味 真的很棒 大家好 認識我的朋友 平日我在香港 都喜歡自己煮飯 煮一些小菜 來到英國 就更加要自己煮 因為這裡不太流行 外面吃的價錢 都會比較貴 所以在英國大部分時間 都會自己煮飯 今天我會做回 我平日在香港整天做的麻辣雞煲 通常在香港 大家都會喜歡 買一些現成的雞煲醬 但在英國 就要買這些雞煲醬 就有點困難了 其實我在香港 都很少會用那些 做好的醬 我喜歡自己去調味 今天我會跟大家 示範我平日做的雞煲 我們先看看茶料 當然我們主菜 就有雞 這雞煲醬 我會在Mark & Spencer買的 在英國買一隻雞 平均是3-4磅 這雞煲醬 我買了一個Medium 其實它的價錢 大概是3.75磅 有生菜 因為我小朋友喜歡吃金菇 這雞煲醬 我會在中超買的 蒜頭 我今天就在中超買了 其實普通超級市場買的更便宜 普通蒜頭 還有一個紅洋蔥 紅洋蔥 紅洋蔥都是在中超買的 不過西式普通超級市場也有 都更便宜 有幾隻辣椒仔 還有一包洋蔥 洋蔥我都建議在普通Morrison買 都很便宜 然後因為小朋友喜歡吃這個豬大腸 這個豬大腸就是冰鮮的 就是在中超才買到 因為他們都比較大吃 另外還有牛肉 材料主要基本上是這幾種 我們首先要煲滾些水 因為豬大腸本身有一股味 我們一定要做一個飛水的動作 煲滾些水 然後要去灑一灑豬大腸 豬大腸就出了一些臭味 在香港通常我們去買雞的時候 可以叫賣雞的當主幫你斬 來到這裡就要自己斬了 其實它基本上連頭都已經幫你斬了 只需要斬開它做一塊塊 現在我就會示範怎樣斬這個雞 基本上它是不難斬的 只要你的刀夠膩 我這就沒有 因為旋運未到 我的刀都是在這裏買 我就在Amazon買 如果大家來到Amazon 大家可以先去Amazon 參加了一個Prime Prime 就是一個Membership 你買東西的時候 它就不收你運費 頭一個月的Prime 就是免費的 你盡量在頭一個月 就買了你要用的工具 例如我現在所有的工具 我都在Amazon買的 這一套刀我也是在這裏買的 其實價錢不貴 但也挺好的 你看我一刀 它已經是劈開了一半 所以你有一個很好的工具 好的工具的話 其實就很容易 雞屁屁屁就不愛了 先斬開它一半 水滾了 我們這個時候就要把豬大腸去灰一灰水 滾它 滾它 還有加些鹽 因為有些鹽水就可以披一披一披的味 如果大家在香港有薑 可以加些薑 可以加些薑 但因為在英國的薑都是比較貴的 也不要緊的 我們有第二個方法可以代替薑 除了加鹽和薑 去辟味之外 最好加一些燒酒 在這裏買 我就在中超買了一些米酒 其實我看到普通的超市都可以賣的 好像更便宜 加在豬大腸上就可以披了它的味道 香港就容易買到薑 在英國買薑很貴的 5-6磅 只有1kg 但是它有一些代替品 這些好像它現成買了一些薑 其實我之前也有用過的 用來煮菜都可以照用 它其實已經做好了 就這樣夾進去 就當是普通的薑用都可以了 其實都很方便 幫助大家 就不需要說有些薑就很頭痛 因為有些人說自己種 其實種就 我相信氣候都不太適宜 否則它不會賣得那麼貴 這時候就讓它先出水 我們先沸一沸 先讓它披出味道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去做其他事情了 洗乾淨了雞之後 其實一般都不用醃味 因為雞煲的醬本身也有很多味道 我們一陣子煮的時候會有幾種醬料 一醃味大家真的怕它不入味 可能加少許鹽 就這樣熄了少許就可以了 豬大腸剛才飛了水之後 大家可以等它冷了 然後就拿它上來 切開一塊塊 材料就已經準備好了 雞 斬了件 醃了少許鹽 然後豬腸 飛了水 切了一塊塊 然後洋蔥切好 然後牛肉 又是切片 然後還有金菇 芫蘿 芡 蒜頭 少許辣椒 還有生菜 另外因為我師生喜歡吃芫荽 我在英國他們很少說幾元幾元 通常你過一磅多些 就可以買到一盆的芫荽 可以吃完之後再種 吃多少用多少就可以不停地再溶化 另外還有一些醬料 也是蠔油 辣豆瓣醬 海鮮醬 還有茶叠醬 首先我們要先包一包豬大腸 燒紅的鑊 加少許油 我等些油 先放輕一點油 放輕輕一點 然後是煎香 鑊 如果你想它再軟一點 因為煎的時候它就不夠軟 你把水沾進去 然後蓋蓋蓋 焗一下 豬肠就會變軟很多 原理就是蠣蠣 有炆煮5-10分鐘左右 看看豬腸大不大 然後炆煮的時候 看看它夠不夠軟身就可以了 我們要煎香雞 因為煮不夠香厚 所以香厚一點 我會煎一煎 先煎一煎 爆香雞肉之後 我們就開始煮雞鍋了 準備蒜頭和洋蔥 燒紅鍋 然後加入油 不過我看到英國的雞 似乎比香港的雞厚一點 其實我們煮的雞鍋 如果在香港會有很多配料 即是花椒、八角、其他材料 但是來到英國 我們有些材料都找不到 我們就盡量用有限的食材 看看能否還原到香港的雞鍋味道 要爆香柱頭、洋蔥和紅洋蔥 香港我會加一些紅蔥頭 但這裡我看到只有中小 我可以買 和我價錢真的太貴了 那就用一些紅洋蔥 希望味道不會差太遠 如果想吃到洋蔥味 一定要爆來一點 爆到洋蔥出味 然後再加其他配料 這樣就不能太急 這樣就爆到洋蔥和洋蔥開始軟 而且你聞到洋蔥的香味 的時候就可以放入雞鍋 這時候要記得調小火一點 否則很容易會焦 放入雞鍋 把雞鍋放進去 拌一拌 讓雞鍋有些蒜頭的香味 然後慢慢就可以加醬料 我就會加少許蠔油 那你說的份量呢 其實要看回雞鍋的大小 就不是說有些客人 即是有些人就會說 要加多少湯匙 那我就會看著做的 你看到差不多是每一塊雞 都染到少許蠔油 即是比較平均 你太多又不好味 如果你說雞很大的 就加多一點 我們說的就叫適量 其實適量的意思是 你自己看著 看到每一塊雞都會有蠔油 然後就會加海鮮醬 其實在香港我都會用幾種醬料 即是海鮮醬 蠔油 所以這些雞的基本上已經很夠味 當你加了這麼多醬 在煮的時候 我就不會自然醃了雞 否則就會很鹹 有時候你出去外面吃 雞本身也醃了 然後你的醬也很鹹 變了味道反而太鹹 你吃完之後 很多時候就會 回去就會覺得很厚 很乾 很厚 這樣也是 一樣 適量 你看到醬 差不多平均地看雞 都看到的 在香港我會加一種沙茶醬 但我又找不到沙茶醬買 所以我用了少許沙茶醬 其實他們的效果差不多 加這麼多醬 最主要的原因是 雞煲的味道層次感會比較多 反而如果你在香港用一般會用的雞煲醬 我覺得它的味道比較單一 層次感是沒有那麼多 麻辣雞煲醬 所以我就會加一些辣的豆瓣醬 如果你不太吃得辣 你可以加一些普通的豆瓣醬 就不要加辣的豆瓣醬 有一點點辣 因為我家是無辣不歡的 所以我就會加辣的豆瓣醬 剛才我們煎的雞 因為它都會出了少許雞汁 所以我就會留起它 現在就可以用了 有少許醬汁 也是償量的 就不會太乾身 你不會說吃到下去的時候 好像很乾 感覺很粗 我做一個習慣的 其實你煮什麼菜都好 一定要加少許糖 不需要很多的 它其實是調味道出來 還有加少許鹽 因為你如果沒有糖沒有鹽 它不知為何它的鮮味是出不了的 但不需要很多 少許就可以了 再煮一煮 煮一煮 煮至它滾 其實如果你外面吃 它現在已經是上菜 你放些芫荽在上面就可以了 但因為我家 除了吃雞之外 它們也喜歡有其他配料 你看到雞已經滾了 其實它應該已經熟了 因為煮了這麼久 剛才有爆香 剛才我煮的豬腸 現在可以再放進去 因為雞煮的味道已經很足夠 你把豬腸放進去 就可以吸入味道 如果你說你不喜歡吃豬腸 你也可以加其他料 都可以的 在香港的時候 我會加牛肚 金錢肚 其他配料都可以的 即是你想到豬皮 但來到英國真的找不到豬皮 其實豬皮很好吃 因為豬皮會吸入味 如果你在香港 你也可以用這個方法 你放一般香港找到的材料 調小火一點 它已經煮得很香 很大量的洋蔥和雞的味道 接著我會加牛肉 因為我小朋友也蠻大吃的 如果大家看他身形都知道 他也蠻拆的 我會加牛肉 牛肉也不用醃的 因為這個雞煲很夠味 所以不用再特別去醃 再加牛肉 因為牛肉很快就熟 所以我不會太早下 把牛肉攪拌均勻 讓牛肉有雞煲的味道 如果你有吃火鍋 因為我們未有吃火鍋的爐 所以我們會一次過加一些配料 因為你本身已經有一個爐 可以吃火鍋 可以先吃雞 就當它像普通煮雞煲一樣 吃完雞 然後剩下湯 然後再加牛肉 烏冬 金菇 但因為今天我們真的沒有爐 即是不能一邊吃一邊煮 我一次過就煮好 就像煮好的雞煲 即是有其他配料在一起 其實雞煲已經完成了 加些芫荽 放在上面就可以吃了 如果想辣一點 就可以再加一點辣椒 這也是因人而異 因為我們都喜歡吃辣 我就會加辣椒 如果想要加一點辣椒 也可以 或者吃完雞煮後 再煮一些 煮一些金菇 加一些烏冬 生菜 就像火鍋一樣 也可以 吃完之後 我覺得這裡的雞 真的比香港的雞 比較肥一點 比較多肉 我覺得味道 比較肥 味道是太過 完全有香港的入味 所以煮的時候 大家要考慮一下 加多一點鹽 去醃一下 我覺得剛才我輕手了一點 可以加多一點鹽 這些雞就會夠鹹味一點 但是這個醬 就是差不多 跟在香港普通吃的雞煲醬 都有99%相似的 是嗎 那是否 為什麼我們要吃雞煲 你看我整個人多喜歡吃 好 好 再來 好吃 有沒有香港煮的這個這麼好吃 嗯 還是這個煮的好吃 還是一樣味道 還不還原到 還原到 還原到 你們煮這麼久 我都會餓 超好吃 如果我們預算不足 拍片 麻煩下次還有一點 那我把肚子 給我們 我的肚子 我的肚子 我的天啊 我 我的天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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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